四十号的嘱咐吗 假家时代单传 别到你这儿就断了香火 你必须给李宜淡点压力 如果三个月内再不还愿 你们就不用再撑着了 直接给我离婚 听见了没有 听到了吧 我妈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连最后的期限都定下来了 贾长安 你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你不觉得你妈这样说话 太过分了吗 是 我妈的思想那是古旧 但是要孩子的事 纯粹是因为她传统阶段的 封建思想嘛 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行吗 我不是不要孩子呀 我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你做什么努力了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消极呢 我怎么觉得你根本就不想生呢 我消极 我什么时候消极了 你不消极 你不消极的时候 你选的现在跟我分居是不是 我跟你分居是为了让我们少吵架 因为你根本就不理解我 你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考虑你的感受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我在咱们家伙就排好老四 在你心里 这两堂狗都比我重要 关小气小米什么事啊 你别胡搅蛮缠 把什么事情都往他们身上推 行不行啊 怎么样 这说到狗你来劲了是不是 那我问你 妈给的那个方子 那药你吃了没有 你买了 你买了 就是一条狗 都比尿多 你呢 喂 什么事 什么 公司一百万的账对不上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来啊 一达 公司有事我得去一趟啊 早饭你自己吃吧 要别忘了吃啊